旧渔网 漂流木 旧红砖 还有渔船用的废弃铁链 经过艺术家的巧手 就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创作 与台东岸的美景结合 这就是2021年东海岸艺术节的精神 让旅人沿着台11线前进 处处有小确幸 很漂亮 有没有处处都是惊喜的感觉 有 不错啊 在海边啊 有山有水 搭配这些装置艺术不错 感觉还蛮棒的 它整个台11线沿途的 就是一些装置艺术啊 或者是可以让人休息的 凉亭也好之类的 就是可以让人坐在这边休息 晒太阳然后看海吹海风 然后就是也可以拍照打卡 然后让就是每一个 开一段路一段路 就可以有休息的地方 东海岸美景依旧 但今年的暑假不同以往 由于疫情影响 来台11线的游客并不多 不过海巡人员还是坚守岗位 劝导大家一定要注意海向安全第一 几乎我们东海岸的海岸线 几乎都不太能下去玩水 因为我们这边外面的环郊 就是会有那个断来那些 对 然后县政府那边也会有禁止游客 下去玩水的一些区域 所以大部分都会用钓鱼的方式 然后玩水的话 我们还是会定期在巡视 还是劝游客都尽量不要太危险 而2021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最受欢迎的活动 月光海音乐会 原本因为三级警戒全数取消 但在降级后 加开的唯一一场线上直播音乐会 将在9月22日晚间登场 回应众多粉丝月明们的期待 新唐人亚台电视 廖立芬台湾台东报道